今天轉回到國內 國民黨臺北市議員陳崇文 被指控涉嫌接受監視器業者 招待 多次利用質詢和行文的方式 要求提高警用監視器預算 檢連接獲檢舉 昨天發動搜索 並約談陳崇文及廠商等 十九人到案 詢問後 今天凌晨移送北檢附訊 從連政署被送到臺北地檢署附訊 大家面對鏡頭不發抑鬱 他們都是因為國民黨籍的 臺北市議員陳崇文 被控涉嫌收賄 幫監視器業者 臺灣智慧官網護航 十四號上午 多名廉政官在臺北市議會議員研究室 大動作搜索 這回調查的對象 是國民黨三連霸議員陳崇文 監督檢察局太認真 被報復 司法迫害 政治追殺 陳崇文曾經多次在議會 關注監視器傳輸問題 檢連接或檢舉 陳崇文涉嫌接受監視器業者招待 用質詢和行文的方式 要求提高警用監視器的預算 並使用特定規格 護航成標廠商 十四號發動搜索 帶回陳崇文 也約談廠商等多人 全案疑似跟前年編列的 警用監視系統預算有關 當時也引發前臺北市長柯文哲不滿 這波搜索行動原來議會早就知情 卻引來北市議會國民黨團 抨擊 檢方沒有具體 市政 質疑是政治操作 也會形成這種寒蟬效益的不良影響 明代疑似於廠商勾結 全案潮貪污等罪嫌偵辦 是否會向上追查 還有沒有其他公職人員 涉案引發關注 記者綜合報導